城中城一把二火烧出无管委会维护公共设施等严重问题 苗栗县议员郑碧玉周呼吁县府要重视此类消防漏洞 并辅导成立管委会 此外呢针对完工在即全县手座标准溜这个滑轮溜冰场啊 他也期盼能通过国际级场地认证 争取大型比赛到苗栗来办理 城中城二火除了凸显老旧建屋的消防安全 也烧出老旧公寓大楼未设管委会问题 根据县府调查 县内列管老旧复合式大楼一共有六处 苗栗市五栋头份是一栋 县议员郑碧玉指出 其中苗栗市财新大楼有200户住商混合 却没有成立管委会 呼吁县府尽全力辅导 祝父我们根本联络不上他们 也不知道他住的到底是哪些人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管理上 可能会造成我们消防同仁的一些 不必要 所以就算你知道他违法 或者是他哪里没有安全设施 但是你要去找谁去帮他 帮他那个就是纠正他 所以就找不到对象 所以这个跟郁州报告 没有管理文会 我们事实上有什么困难 譬如说我们这个进去发现 他的设备设置是不缺失的 那我们因为每一个对手 可以要以他的感想 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平均的消防人员 万一他发生火灾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抢救 由于苗栗事项弄多 郑碧玉也要求消防局加强救灾救火 务必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而针对县府在猫里喵 亲子公园北侧空地 新建县内首座国家级标准滑轮溜冰场 即将在12月8号完工 郑碧玉除了期望如期如止完工 也能符合国际标准认证 另外郑碧玉也关切县内 优秀选手柳诗的问题 希望县府能加码奖励金 让选手教练无后顾之忧 持续为苗栗争光